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我是Alice 自2月份緬甸軍方發動政變以來 已有數百位緬甸平民被軍方屠殺 數名幼童被槍殺 據緬甸媒體報導 聯邦共和國軍管會 二把手梭溫副大將視察曼德勒時在會議上說 軍方也會進行民主選舉 但在軍管時期 黨改有人製造混亂 黨改有人給軍方接管政權製造麻煩 他也許會葬身在他作亂的地方 在緬甸生活的齊輝 化明 在推特發布的信息披露 4月3日凌晨 緬甸政府軍將曼德勒省的一個鎮 Gila村燒光 理由是該村不斷出現抗議人士 為了能使軍方改變態度 緬甸多地軍方控制的銀行和警隊不斷發生爆炸事件 下午3點30分 民眾繼續上街抗議軍政府 齊輝告訴大紀元記者 在緬甸革命紀念日這天 政府軍仍然在殺人 大批民眾橫屎街頭 曼德勒 陽光 密芝納等重要城市充滿血腥 政府軍屠殺的目標開始對準了5到15歲的孩子 齊輝列舉了幾宗死傷案 一個6歲緬甸曼德勒小孩 4月3日被曼德勒軍警射中頭部 目前在醫院強救 一名15歲的女孩胸部中彈 在其掙扎期間 政府軍們又用槍刺其胸部兩刀 現已死亡 一個高中生一年級男孩 因抗議軍政府被打中心臟 13歲兒童看見軍警後 罵他們是軍狗 隨即被射中 她的父親打車帶兒子去醫院強救 無奈錯過了最佳的救治時間而離世 3月28日 緬甸軍警等門入戶強殺多名緬甸女孩 據緬甸媒體報導 多名緬甸華裔上街遊行 質問軍政府為什麼要對未成年孩童開槍 齊輝透露 在曼德勒 軍政府軍隊早晨5點左右 燒毀救治示威民眾的一家醫院 大火6點左右被撲滅 數十間病房被燒毀 傷亡人數尚不可知 緬甸海軍陸戰隊由仰光港登陸後 乘坐火車沿鐵路線無差別射擊 政府軍白天殺人 晚上燒毀房屋 齊輝說 在緬甸的華人也無一幸免 清明祭祖時被緬甸軍勒索錢財 兩輛汽車被勒索600萬免幣 3萬人民幣才予以放行 4月1日 緬甸聯邦共和國國會議員委員會宣布成立新政府 組建聯邦軍隊 廢除使軍方接管政權的2008年的憲法 不承認現有軍管政權為合法政府 並強調必須制定民主憲法 因2008年 憲法規定了軍方在必要時候可以接管國家政權 緬甸民眾表示支持並上街燒毀憲法 齊輝還說 民盟黨員曼德勒省省長身患癌症 仍然被軍方從醫院綁架帶走 而緬甸著名明星欽溫瓦也支持民眾抗議 他說 他時刻與同胞在一起 並捐資50萬美元給民眾購買防彈衣和頭盔 並表示 時刻在家等著軍警上門逮捕 齊輝介紹 從3月31日開始 政府軍連續三天的對克倫邦的大轟炸 軍方出動戰鬥機 轟炸機40餘架次 武裝直升機10餘架次 投擲500公斤級炸彈100餘枚 火箭彈300多發 燃燒彈4噸 用戰鬥機向克倫族村莊投下燃燒彈 燒毀村寨三個 其中 泰邊境緬甸方一側克倫族村莊 造成11死30餘傷 齊輝說 在4月2日下午3點 緬甸政府軍空軍出動米24磁路矢生機攻擊了克倫邦的一個村子 炸毀房屋10餘洞 低空掃射逃難民眾 造成4死2傷 而對克倫邦礦區的轟炸 造成11名礦工被炸死 40餘人受傷 緬甸克倫民族解放陣線宣布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政府軍一樣 動用空軍轟炸自己國土 屠殺自己的人民 並提醒市民 在其武裝控制區設立防空警報和雷達 希望民眾聽見防空警報能及時進入山區避難 由於連日來 緬甸空軍對緬甸克倫民族自治區轟炸 上千緬甸難民逃入鄰國泰國 泰國軍隊在邊境拉起了鐵絲網 阻止難民進入並進行勸返 企揮透露 克倫獨立軍在4月1日到4月3日間 連續伏擊緬甸政府軍 造成22名政府軍士兵死亡 16人失蹤 稍早3月20日到26日 克倫獨立軍和政府軍激戰 政府軍撤出克倫 由於緬甸內戰風險加大 各國公民開始撤出緬甸 仰光環衛工人在垃圾車貼上大將敏昂來 副大將縮溫的照片已示抗議 緬甸軍管會發出通告 軍隊從未遇到過如此奇耻大辱 將嚴懲 3月30日 仰光民眾開展垃圾抗議 用生活垃圾將仰光軍區所在地的道路全部堵住 對此 軍方發出通知 如果發現誰亂扔垃圾 予以擊斃 據緬甸《金鳳凰報》報導 自政變以來 緬甸對除中國外的 所有國家的貿易額大為減少 下降幅度超過20% 但對華貿易量卻大大增加 企揮認為 3到5年內形勢不容樂觀 這次緬大將手裡的人命已經使他失去了和解的可能 下臺意味著可能要遭受審判 進監獄 甚至被處死 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 一條道走到死是他唯一的可能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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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